不可兼饮 初爱奇记20章40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短短的只有四个字 我们一起来请 不可兼饮 坚定一点 好 我们一起来啊 再次重复四个字 一起来请 不可兼饮 我觉得要谈这个内容 我就在思想 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 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短短的四个字要对我们说什么 首先呢 我就要先来谈 我的婚姻 我觉得非常感恩 就是在座的如果 跟师母有些互动的 你就知道其实他的特质 如果你也和我有接触 你就知道我们两个的特质 其实差异蛮大的 如果用吉金峰跟曼郎中 你觉得谁是吉金峰呢 你们都误会了 其实相较之下 他是峰 他是峰儿 我是下 他是速度很快的 他的步骤是很快的 你这个问真洁就知道 他在很多工作侍奉的里面 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我要特别再说 就是我们一起出来当传道 他也是传道人 然后我也是传道人 他是比我先出来侍奉了 三年的传道人 然后我才开始出来侍奉 可是我读完了研究所 因为这个研究所的时期 大学毕业呢 他就开始服事 所以当我在加入 全时间传道人的行列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有三年的经验了 所以当我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 那个工作里面 我是做主要的负责 但是他已经在里面参与了三四年 再加上他的速度 你就知道 其实真的是 很多的事情是 不只是需要他的帮助 他会看到 很多我没有进入状况的时候 不知道状况的时候 我做了很多的决定 没有他有经验 然后我们两个是这样子的 我是 你觉得一个是在乎细节 一个是专门用装潢 一个是专门打钢筋架构的 你觉得谁是细节的 谁是架构型的呢 我跟师母 你觉得谁是架构型的 比较 谁是细节的 我是细节 他是架构型 你们真的很认识我吗 真的 还是我不够认识我自己 他是细节的人 他会步骤型 他会告诉我 比如说如果今天下午的训练聚会 如果他再感谢主 他不在 他一定会告诉我说 我们的流程是什么 他一定会问我 今天要不要带敬拜 他一定会问我 今天需不需要带 需不需要预备一些饼干 他是注意这些细节的 我的意思就是今天下午都没有 所以 就是因为我自己 我比较是架构型的 今天奖院有来喔 感谢主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 我比较是一个架构型的喔 就是一个大范围就觉得这样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呢 有就好 因为都是锦上添花 他说没有你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 是 所以 当太太 我说太太这一个兴许不在啊 她去出发去以色列了 我的墙壁上贴满了纸条 礼拜一要做什么 礼拜一要负责什么 跟老师讲好 然后礼拜二谁会带 要跟老师讲 谁会带我孩子接到哪里 我要记得几点去接他 所以就充满了条子 一直调到今天 因为他明天晚上回来了 对 所以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人 那我觉得 在婚姻里面真的 东离西有多远 我跟他就是离有多远 然后 但是上帝就把我们放在一起 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 那 在这当中 有一些挑战的地方 就是在侍奉的里面 真的 我那时候才刚出来侍奉的时候 我非常的没有进入状况 当然我自己不这样觉得 我只觉得我做的每一个决定 好像都被挑剔 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里面 好像都有一些 我没有思想到 很有道理 但是我又没有觉得很重要 可是 我听到别人告诉我 这个很重要的时候 所以我就慢慢的学习 这个是一个挑战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上帝给我 很大的调整 帮助我的生命 品格 不管是做 不是做事的技能 我是觉得整个的生命 被上帝极大的调整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帮助 从哪里来呢 我们的帮助是从 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我知道 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期待 跟着 我期待我在我的事奉 我的工作 我的服事 我的 我与人的关系 甚至我的家庭 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期待我的家庭 是幸福美满 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知道 上帝告诉我 上帝要赐福我 我的祷告 希望被上帝听见 上帝回应 我的家庭需要美满 而我的工作 事奉需要顺利 那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上帝就告诉我 上帝就告诉我 我们翻 下一节 上一章 那个 遥控器给我 这段经文 马拉基书 二章十到十四节 你们又行了 一件这样的事 使前妻叹息 哭泣的眼泪 遮盖耶和华的痰 以至于耶和华 不再看顾那贡物 也不乐意 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们还说 这是为什么呢 因耶和华 在你和你幼年所取的妻 中间做见证 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蒙约的妻 你却以诡诈代他 这段经文里面说 神不垂听祷告 神不悦纳你手上的工作 神不赐福于你 你祷告了半天 你觉得上帝也没在听 你还问 这是为什么呢 上帝说了 你蒙约的妻 你和你幼年的妻 神在这当中做见证 他是你的配偶 而且你却以诡诈代他 这段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 神要赐福我们 神要大大的赐福我们 我们祷告 希望上帝垂听 我们碰到挑战 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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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上帝要帮助 上帝要赐福 上帝要垂听我们的祷告 但关键是 不是善待你的孩子 是善待你的妻子 所以 我 我 我抓到的这个 关键 常常在很多的时候 就在思想 要如何 来 善待我的妻子 弟兄们 跟你旁边的男生说 善待你的妻子 那 就他善待我 感谢赞美主 那个遥控器有吗 好 那就麻烦您帮我按 好 下一页 那到底不可兼營 我們回到了十屆的第七屆 不可兼營這個內容 這段經文到底在說什麼呢 這段經文到底在說什麼 這段經文 當我們回到 當我們回到這個經文的時候 不可兼營這四個字 你覺得這四個字是在教導誰 乍聽之下 一般人會有的想法是 教導男人 教導男性 但是 生命記二十九章九到十節 他說其實上帝在頒布 這些律法説明的時候 他說了你們要遵行這約的話 好叫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那誰呢 誰要聽呢 就是你們當中的首領 組長 長老 官長 男丁 以及你們的妻子 兒女 寄居的 甚至為你們工作的這些人 他們都要聽 他們都要聽 所以上帝頒布了上帝的話 並不是只給男性 並不是只給男人 所以甚至在立位基二十章十節裡面 上帝在說 與靈色之妻行淫的 兼夫和淫婦 與靈色之妻行淫的時候 他不是只聽到了兼夫 他也提到了淫婦 意思是 男人和女人都在上帝的 這句話的頒布的裡面 都需要來遵守 都需要來聆聽 以至於我們在所行的事上 得以來 得以亨通 上帝告訴我們 要謹守遵行 是誰呢 不是只有男人 而是男人 女人 甚至在年幼的時候 我們就要曉得 就要聆聽 就開始要來學習 這約裡面神所對我們說的一切話 那我們說 所有的人都要來學習 都要來領受 不可兼贏這四個字 那這四個字 到底在說什麼呢 請下一頁 我們才說 所有的誡命 所有的誡命 大概可以把它總結成為兩條 哪兩條呢 在馬太福音22章37到4節 耶穌對他說 你要盡心盡心盡意 愛主你的神 這是第一條 這是誡命當中的第一 第二條是什麼 就是要 愛人如己 所以這兩條 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總綱 律法書就是摩西五經了 先知書 就是 所有 就約一切道理的總綱 就這兩條 所以這誡命 我們才說 所以在第四屆以前 都是在講 盡心盡心盡意 愛主你的神 從第六屆以後呢 都是在談 愛人如己 從 我們最親的 愛人 愛旁人 最親的旁人是誰 就是從父母開始 所以我們從第五屆就開始 要當孝敬你的父母 我們一直提到 不可殺人 今天要提到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所以這段經文裡面 其實當你在聆聽的時候 你 我們才說 我們看十屆的時候 當你試著去解讀這個十屆的經文的時候 你不是只是單看這個經文的字句 你要跳到它的對立面 意思是什麼 相反的來說 不可奸淫 那是什麼呢 第二個 是說 這個是一個解經家 約翰加爾文 他說的 我們要回到這個不可不可的對立面 就是相反的那一面來看 這段經文到底在做什麼 或者是說 或者說很多的解經家 是在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說 這段經文背後要保護的是什麼 這段經文要保護的後面的價值是什麼 那就是在保護我們的婚姻 不可奸淫 他們在說 剛才說 我們在上一節看到 我們在上一段經文看到 在立位記二十章 裡面有提到 就是與靈舍之妻行淫的 就是奸父和淫父必要致死 所以其實 他在告訴我們 是要保護我們的家庭 而且 是保護靈舍 就是別人的家庭 什麼意思呢 今天這段經文不是在告訴我說 不可奸淫 所以 別人的 男人不可和我的配偶 別的女人不可和我的配偶 行淫 通姦 以至於來保護我的婚姻 這段經文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神的意思是說 神的意思是 我不可去侵犯別人的婚姻 與其他的異性 與其他人的配偶空間 以至於破壞別人的婚姻 所以這段經文 我們從說 我們再一次來說 就是 律法總綱裡面是要愛人如己 當愛人如己跟不要奸淫兩個 合在一起的時候 祂是在說 祂不是在說 所以我可以主張別人不可以 破壞我的婚姻 祂這段經文主要是要告訴 所有經 所有的以色列民 所有的人 所有的跟隨屬神的人 是我們不可以去破壞別人的婚姻 上帝告訴我們 不要去破壞別人的婚姻 不要去破壞別人的家庭 這段經文裡面告訴我們 不可堅引 以至於 我們可以來 保護別人的婚姻 擴大一點 就說家庭 其實就開始在談 婚姻家庭的價值 在這一段時期裡面 因為同系列運動等等 我們教會的裡面 非常多在談 家庭婚姻的價值 今天我們的時間 一方面非常的有限 我們今天 不可堅引這一節經文 我們會分兩次來分享 今天我們特別會提到 關於婚前守貞 守貞這個價值 我們基督徒是怎麼在看這段 怎麼在看這個價值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 特別是男性喔 我們有情慾上面 女性喔 很多的想像 他的 雖然這個情慾的誘惑不一樣喔 但是我們都需要有在情慾 情慾上面 留備上帝來調整 我們如何來倚靠神 我們今天會分兩個 在下一次 在下一個星期 在下一次我們再談到十戒的時候 在談不可堅引的時候 婚姻價值 我們會特別來談 同性戀的議題 我們會特別來談 離婚的議題 但是今天我們不提 我們今天還是主要是在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著重在 我們著重在 婚前守貞 還有在我們情慾的事上 如何來倚靠神 如何來勝過 今天的焦點在於這裡 所以神告訴我們要保護一個婚姻 要保護一個婚姻 是以丈夫和妻子的性的關係 是核心 透過不可堅引四個字 不可堅引四個字 你會知道上帝要保護一個婚姻 上帝要保護一個家庭 家庭好像不是只是 丈夫 妻子 還有孩子而已 還有父母 這些都是一個家庭 就是我們總是有父有母 我們有岳父岳母等等 當你結婚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自己 所以家庭是一個更大的範圍 婚姻好像就是一個小家庭 我們就說我們夫妻 我們的孩子 親子關係就包含在裡面 但是家庭是一個更大的 一個人倫的關係 所以上帝告訴我們 我們上帝要開始保護家庭 要保護婚姻 首先他提到的 首先要提到的是 婚姻的部分 是以男丈夫和妻子 性的關係為核心 我們看下一張 聖經裡面說了 在創世紀2章24節 因此 我們一起來讀 請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了 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們是和父母相連很深的 父母甚至是我們 在思想做決定的 第一個優先考量的要素 但是當我們結婚之後 不是不考慮父母 不是完全不考量父母 而是就會 我們需要離開父母 離開父母一方面是經濟獨立 各方面的獨立 我們不再依靠 依賴父母 我們需要獨立 離開父母 但是我們離開了父母 不是單獨存在 我們是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很多的考量跟 考量跟我們做決定的優先順序 妻子就變得是我們的第一 就是很重要 甚至是優先於父母的考量的要素 下一段經文 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 神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片滿地面 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撒母爾記上一章八節 她丈夫以利加拿對她說 哈拿 為何哭泣呢 不吃飯 心裡愁悶呢 有我不比十個兒子還好嗎 在這兩段經文裡面看到 第一個 上帝把性的關係 放在婚姻的裡面 不是只是為了解決 合法的解決性關係 合法的解決性的衝動而已 上帝是要透過性的關係 來兼顧 來幫助整個婚姻家庭的穩定 第二個 第二個 很重要的是 其實 父母的關係和親子的關係 優先順序 重要性是夫妻的關係要更重要 甚至優先於我們和親子的關係 這就是以利加拿說的 這個哈拿沒有孩子 她心中非常的煩悶 於是她的丈夫說了 有我不比十個兒子還好嗎 這丈夫正在說 其實有我 有孩子很好 但是有我 才是那最重要的 不是嗎 弟兄 是 因為 這個跟事實 有的時候很大的落差 你知道有時候夫妻吵架 常常就聽到太太說 要不是為了我的孩子 我早就跟她 就是 忍氣吞聲 都是因為孩子 所以這個順序是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是我們和丈夫 我們和配偶的關係 是優先於 甚至重要性 優先於 我們和孩子的關係 我換從孩子的角度來看 其實 是的 爸爸媽媽 我需要和你 有美好的關係 但是你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我更是看重 不然 我也跟你們沒有什麼好的關係 對於孩子來說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的家庭 就是很多的孩子慢慢的 他對於婚姻其實有恐懼 因為他就是看到 父母親彼此的關係 他可能也常常聽見 要不是為了你 我早就跟那個人 很多這樣的聲音 一直 我就是為了你 我就是因為愛你 孩子承受了莫大的壓力 他覺得他需要 他覺得他需要 照著你的方式做 因為你為我付上了 這麼大的代價 跟那個人繼續在一起 所以這不是上帝的順序 這不是上帝要賜給我們婚姻 說 哇 你今天真是過得太好了 你太幸福了 我就讓你進入婚姻吧 我就讓你痛苦 讓你非常的苦悶 不是這樣子的 婚姻給我們 是要給我們祝福的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在婚姻的裡面 當然有很多的挑戰和學習 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到 上帝也透過婚姻在賜福 賜福我 是不是賜福我的家庭美滿 是 有很多的困難 財務 財務上面 哇 很大的挑戰 但是感謝主 因為我們合一 是 當我的太太問我 就是 老公我可不可以去以色列 哇 你都不知道 我就開始望天 因為我就說機票 欸 你會游泳嗎 你可以游到以色列嗎 我就 我就 你知道 欸 這個真的是 很多時候 很多這個實際的考量 我想我終於學到了一個秘訣 我就跟 我就跟太太說 太太 沒有問題 我們當然可以 你當然可以去以色列 那但是呢 可能在財務上面 你真的覺得我們要借錢嗎 我們要貸款去以色列嗎 買機票嗎 然後我們兩個稍微討論了一下 因為其實我說這真的是我的學習 以前搬家 欸 老公 我們現在要搬到哪一個 就搬 我們要去 我去 你太忙了 你工作太忙了 我來找 租的地方 租房子的地方 那你覺得期待什麼 我只有給他數字 沒有期待 然後我就料了一句話說 你看嘛 我們要預備心 我們要去中國大陸宣教 那邊廁所都沒有門欸 然後我就 其實我都是這種用說詞話術 其實是因為我對於財務 非常的憂慮跟擔心 我真的覺得算一算 打一打算盤 哎呀 這個可以住就好了 不用太多期待 然後但是我們總是在這裡面 慢慢的學習 感謝主 我覺得透過他的特質 也來擴展我的境界 當然也透過我的特質 在擴展我太太的境界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合在一起 所以他就說好 我們就說 那要去以色列 我說好啊 我說好 但是我們討論的結果 我們就是仰望神 我們期待 上帝來供應 意思是什麼 我們真的沒有錢 除非要貸款 除非要來貸款 然後信用貸款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去 那我就說 那好 然後我們就說禱告 我們就交給神 然後太太有領受 我們先奉獻 以至於說 我們可以經歷到上帝的供應 所以因為 因為那個金額是八萬嘛 我們就立刻十一奉獻 我們相信上帝會供應我們 我們就開始思想 誰可以奉獻 把這我們覺得 十分之一的八千塊 先奉獻出去 那是他的領受 我非常的尊重 我們就說好 感謝讚美主 我們就先奉獻了 然後我們就 我們奉獻完以後 真的上帝就 從各個人 不是一個人喔 不是一個大戶 出來 他說就 買一張機票給我的太太 而是 忽然 就是 有一個人奉獻 然後快 你知道就在最後一個禮拜 你知道上帝撥款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時空太遙遠 撥款總是沒有那麼快 最後一個禮拜 禮拜天就要 禮拜一就要 就要付錢了 就要把所有的錢 開始訂金 的時候 需要兩萬塊 然後上帝就供應 有一個人奉獻了兩萬 然後 然後 後來呢 就是最後一個禮拜 要把所有的尾款付清的時候 就在那一個禮拜 收到了奉獻 等等等等 就剛剛好 上帝真的供應 完完全全 就是奉獻 就是 機票錢我們完全都 沒有 就是沒有花費到任何 我們家裡面的 在財務上面的負擔 上帝就 豐豐豐豐豐的供應我們 一切的需要 是 本來我們還想說 那太太去總要吃喝總要生活 是 後來上帝也透過家人喔 就說贊助喔 就讓他可以去那邊 就說有美金沒有兌換啊 等等 我要講的是 上帝的供應從四面八方而來 我們就深深的經歷 上帝的供應 我們一起用掌聲 將榮耀歸歸神 我要說真的 我們的幫助 我的幫助不是從我的太太而來 不只 我真正的幫助 我的需要太大了 我的太太也沒有辦法 滿足我所有的需要 就像我的太太 她所有的需要 也不是我可以滿足的 我深深的知道這件事情 我永遠不要扮演上帝 因為我沒有辦法供應我太太 一切的需要 我沒有辦法成為我太太 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但是我知道我要怎麼樣得祝福 很大的關鍵 就是我要善待我的妻子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當我們在教會 我們各樣的侍奉 甚至我們在教會 在擴堂裡面 我們財務有各樣的需要 我深深的相信 上帝這樣一步一步的供應 我們需要 這和我的夫妻關係 是有極大的連結 有極大的影響 上帝就透過我們 透過我如何善待我的妻子 上帝就從各方面來使我 上帝就聽我的禱告 看重我所奉獻在他面前的供物 什麼意思 看重我所做的事情 我好像把我的事情 就放在祭壇上面 上帝這就是我的侍奉 上帝看了就悅難 上帝就從天上幫助我們 上帝就從天上來供應 我一切的需要 所以 丈夫是 丈夫跟妻子 丈夫和夫妻的關係的角色 和重要性是 非常的重要 甚至於優先於其他的關係的裡面 上帝就把 上帝就把性的關係 就放在 丈夫和妻子的關係 放在一個婚姻的關係裡面 而不是情侶的關係裡面 上帝把性的關係 是放在 婚姻的關係裡面 所以 上帝就說 又對他們 這一對夫妻說 你們要 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 所以把生和養 生養 生這件事情 這個 男和女 丈夫和妻子 這個性關係 放在 不是一般的關係 不是情侶的關係 不是情侶的關係 一般的男女的關係 而是放在 婚姻的關係裡面 下一節 下一張 這一段經文 我們可能不讀了 就是 很多 它的意思是 很多 上帝就說不可以 你們不可以 和那個人犯監影 你不可以 那是母親继母 姐妹 無論是 同父異母的 還是同母異父的 是孫女 外孫女下一張 姑母 等等 這裡面非常多的經文 它在說什麼 大家看到我這裡來 這個你們 就是很多的人的 那個 女性的名字在上面 它的意思是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 不可以和那個人 不可以和那個人 意思是什麼 上帝就說這個 也不可以 都不可以 只可以在哪裡 就是 丈夫 和妻子 你們兩個專屬的 所以上帝把 性的關係 是放在 夫妻的關係的裡面 所以這也是 我們常和 姐妹們提到 就是 婚前守真這件事情 為什麼 守真不是因為 她很道德 不是她很 不是她應該要這樣 其實是上帝要賜福 我要說 姐妹 跟姐妹說 妳值得被這樣對待 是的 但是 姐妹們 我們當 在婚姻的關係裡面 和 和異性 發生 這樣的關係 和發生性上面的關係 上帝是把這個 美好的關係 上帝是要賜福的 正如婚姻一樣 神要透過這個 性的關係 使我們彼此 都得到祝福 但是上帝是放在 婚姻的關係裡面 放在婚姻的關係裡面 我真的是要說 身體的關係 是比較快的 相較於 心理 情緒 思想 身體牽手就很快了 一下就牽起來了 但是 當你發現身體的關係 牽起來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關係很快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們這個關係都這麼深入了 你應該要 更多的認識我 了解我 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做 不是嗎 甚至如果說 我們都 我們甚至都發生了性上面的關係 你一定又會覺得 我把我最寶貴的都給了你 更何況 我的心 我的心 我的 我的一切的思想 我的考慮 我的喜好 你不是應該要體諒 應該要體貼嗎 但是你會發現 那個難的 真的 我要說弟兄 真的是我們難的 我們難的 真的 就是 一旦發生了 在情侶的關係的事上 發生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真的是 會停在那裡 我們很多的認識 不是說不願意了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大概 這個就 這個就 你知道這件事情就會比較多 就佔滿了我們的思想 我們不太會再往太多的事上 太多的前進 我們比較是目標型的人 所以 我們的特質是如此 第二個 我也是要說 這對 對於男性來說 其實是你要幫助這個男性 他學習在身體上面 有這樣的學習跟鍛煉 意思是什麼 當我們是在情侶的關係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到 這個性的關係的裡面的時候 某一個程度來說 其實他是在一個 不是那麼 起碼我們說 他不是在一個 婚姻的關係裡面 進行 婚姻的特權 意思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承諾婚姻裡面 養你啊什麼 就是供應你這個 身為丈夫的一切的責任 但是他還是享有 婚姻的特權 就是性的關係 所以我們真的是 常常勸姐妹 常勸姐妹 說就是 真的要保留到 婚後的那個時候 有 當結婚以後 我們 我跟 韓牧師 我們常常在談 其實很多時候忙起來 你知道結完婚以後 當我們在幕會的時候 韓牧師 韓晉希牧師 他在台北 特別是他們在那個 你看那些 他是在101教會服侍 所以那邊的人 工作都十分的忙碌 甚至是 甚至是夫妻都在忙碌的工作 他們就跟我們分享 很多的夫妻已經是無性夫妻 你知道無性夫妻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忙到一個程度 忙碌到一個程度 就是 OK 就這樣 就是 他們過夫妻的生活 但是卻沒有發生任何性的關係 因為太累了 累到最後就是 可以了 然後另外一方面當然是年紀 年紀也 也越來越 整個身體的機能等等 所以有非常多的夫妻已經是 其實 婚前 因為年輕 少壯年輕 都充滿了活力 但是婚後 反而進入到婚姻的時候 其實 好像需要性沒有那麼強烈了 而且慢慢的甚至進入無性的狀態 所以真的是 求上帝來幫助我們 求上帝來幫助我們 上帝要賜福 上帝要賜福我們 我今天不是要來談 上帝會怎麼懲罰我們 但是我要說的是 上帝會賜福 賜福我們的家庭 賜福我們的婚姻 我們要緊緊抓住 上帝賜福我們的 這個關鍵的原則 所以 上帝要告訴我們了 上帝只把這個 性的關係是放在 婚姻的關係的裡面 好 下一個 耶穌就教導了 他說 其實你們以為只是不要上床嗎 他們就說 不是這樣的 耶穌說了 我們一起來讀好嗎 一起來請 你們聽見有話說 不可奸吟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看見婦女就動贏念的 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奸吟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跑出來丟掉 寧可失去白體中的一體 不要叫全身丟在地獄裡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來丟掉 寧可失去白體中的一體 不叫全身下地獄 這段經文裡面提到 他就說了 你們以為只是身體上面嗎 其實不是的 凡看見婦女動了營燕 這個就是犯奸吟了 這段經文在說什麼 這段經文說了 耶穌在回答 耶穌在說 有情慾是 有情慾的心在我們的裡面發動 這是 真的是難免 這個是難免的 但是要到奸吟 從這個情緒 要到奸吟這個行動 它是有一個過程 意思是什麼 上帝說了 上帝說這是滑動 它是慢慢的從這個情慾的 情緒的裡面 慢慢的挪動到 奸吟的行動的裡面 意思是什麼 上帝在說了 你怎麼做出你的選擇 選擇什麼 你怎麼選擇來面對 那個情慾發動的 心裡的感受 意思是什麼 你是怎麼來 你是不斷的在餵養它 幫助它發展它 使它 使你在你裡面的情慾 不斷的茁壯 看各樣的 各樣的影片 或者是怎麼樣 以至於說 你放縱 默許你的情慾的發動 不斷的好像浇灌 好像浇花浇水一樣 你不斷的在培養它 養育它 栽培它 發展它 以至於在你的心裡面 慢慢的 使你的情慾這樣的 發動起來 最後 就產生了 奸吟的結果 意思是 產生了這樣的行動 所以行動 不是有 不是 上帝不是說 你不可以有情慾的感受 其實我們還說 有情慾的感受 感謝在美主 我們的性取向 是這樣 就是在主裡面 我們男生 男人是男人 我們碰到女性 我們是會有的 但是上帝告訴我們 要好好的來處理 以至於引導它 重新的來告訴我的心 告訴我的思想 我到底該如何的來 面對我裡面的這個情慾的發動 上帝就說了 不可兼營 凡看見婦女 就動營燕的 這人心裡就是犯兼營的 上帝不是說 不可以有這樣情慾的感受 因為那是 你自然而然就會來的 男性會有這個需要 我們上次陳明玉博士 陳牧師有來分享 他就有來分享說 這是男生這個 這個 生理的構造 他滿了齁 他就會 就會有那個衝動的 他就會有衝動 是 會有的 但是上帝告訴我們 當我們的 心情 進入到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 不是要放縱和默許 讓我們的情慾在裡面 妄動 躁動 以至於 我們會不斷的 滑動 如果我們允許 好像一個交花交草的方式 就是 就是餵養它 培養它 我們允許它在我們裡面 發動的時候 到最後 會一發不可收拾 聖經裡面 最著名的一件事件 是誰 就是大衛 和巴士巴 如果你知道這個 你知道這個 舊約的故事 它是在 撒摩爾記下裡面 所發生的 大衛是一個國王 大衛是一個國王 他有一天呢 就在他的王宮裡面 走路 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好像是 在一個屋頂 就是快到那個最高的地方 就往下一看 就看到了一個 女人在洗澡 是誰呢 她不知道那是誰 她不知道那是誰 欸 下一張 她就打聽 她就打聽那個人是誰 她就去問了 那人是誰啊 結果那個人是誰 是巴士巴 巴士巴 他的title是誰 她是烏利亞的妻 所以她是一個人的妻子 可是她看到她 非常的美貌 看到她 在洗澡 她 心裡面 她不只是覺得 哇 這樣子了 她看 她甚至還進一步行動 找人去問了 她是誰 接下來呢 她就把她找來王宮 和她同床 然後 巴士巴呢 就懷孕了 這個懷孕的時候 她懷孕了以後 她就告訴大衛 我懷孕了 結果 大衛 你知道她怎麼做嗎 她就立刻 把她的先生從 她的先生是一個將軍喔 是一個打仗的人 把她從裡面招回來 什麼呢 招回來 來喔 來喔 回京城喔 來喔 回來 回來什麼 你從戰場回來 回到你的家裡面 跟太太住在一起 回到家裡面 你會做什麼 來溫存一下 就是來慰藉一下 這樣子 你的孩子生出來 至少 至少 你就 我至少可以躲過這一個 躲過這個 這個困難 你的太太懷孕了 是跟我 是跟我發生了關係 所以我第一招 立刻解決 怎麼辦呢 把先生叫回來 結果呢 結果這個烏利亞呢 她就回到家裡面 她就覺得 真的 這樣在外 怎麼可以這樣呢 怎麼可以 匈奴未滅 何以家為 所以她就 沒有回去 你知道嗎 她就回到京城以後 她就說 喔我不可以喔 我不可以跟我的太太住在一起 結果 結果就回去了 這第一招不成 結果大衛在想第二招 第二招是什麼 結果 約好 約定好 就出去打仗 然後呢 你就跟著那個 叫烏利亞一起出去打仗 出去了以後呢 然後你們就先撤退 所有人就撤退 就剩烏利亞一個人 就是所有四面都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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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敵人 那一定性命不保 所以她第二招就成功了 這個烏利亞就 死了 然後 大衛就 把 她的妻子 接回皇宮來 這是在聖經裡面記載 大衛王 很著名的 一個 事蹟 就是一個 事件 那第五章的時候 大衛才成為國王 第五章 才成為國王 第六章 就說她贏了約貴回來耶路撒冷 她的 她的生命一直在走向高峰 她 第五章的時候 她直的前面 擊敗 歌利亞 然後慢慢的又逃難 因為那個國王要殺她 因為上帝說 上帝透過先知慢慢的就說 這個王位要臨到她的身上 她慢慢的在走向她人生的高峰 終於到了第五章的時候 她就成為了國王了 然後呢 她又贏了 把約貴贏回耶路撒冷 然後呢 然後她又 她又領受了上帝的祝福 上帝就說了 上帝就對她說 大衛啊 我必堅立你的國 而且堅立你的後代 不只是你的王位 你的國 還有你的後代 我都要來保護 她又領受了從天來來的祝福 就在這個人生的高峰 她遇見了八十八 發生了八十八這件事情 從那件事以後 三摩爾記下十二章十節 你既藐視我 取了赫人烏里亞的妻為妻 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 下一張 先知拿丹就回家去了 耶和華擊打烏里亞七 就是八十八 給大衛所生的孩子 她得重病 最後這個孩子沒有留下來 三摩爾記下十二章十節 誒 讀過了 再下 沒有 耶穌在說什麼 耶穌在說情慾是滑動 當我們有這個情慾 這個情慾是由我們的理念而來 但是上帝告訴我們 不是要餵養她 放縱她 而是要引導她 到一個正確的關係的裡面 正確的思想 你要在這個情境的裡面 告訴自己 告訴自己該如何的思想 按著真理來思想 按著真理來約束我們的行動 按著上帝的話 依靠神 來知道我們該如何行事 我剛剛才說了 有的時候 當我們真的結婚的時候 丈夫喔 在面對外面 很多的 很多的女孩子是 不計較名分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我發現男生 真的 你覺得她是在 高峰的時候比較會亂來 還是在低谷的時候比較亂來 在她貧賤的時候比較亂來 在她貧賤的時候比較亂來 還是在她豐富的時候容易亂來 都會 都會 對 但是高峰的時候亂來 造成的影響是非常的大 我們看到現在的社會世界裡面的環境 就是這樣不是嗎 那個王室家族 都好幾個 還賺了好幾個億 不是好幾個億 好幾百個 好幾 不知道多少這個數字 都是天文數字 然後 不只是 不只是 還有很多的 還有很多的明星等等 甚至你看到 有身分有地位的 在這個關係上面 其實 我們當然 不在這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她的後代 不斷的 最近才有的嘛 她們又開始對步官司 就對步空棠 有非常多的官司 在這個家庭裡面發生 但是我們什麼 總是在 在這個當中選擇嗎 不是 我看到了 我曾經有碰過一位陳長老 他是永光化學的 就是 上市公司的老闆 他在奉獻的事上 非常的 就是 他是非常的敬虔 敬畏神 有一天我聽到他來 教會分享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 舉手 那個長老 年紀很大了 八十多歲了 一樣在掌管一個 上市公司 他就問我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就在那時候舉手 對 因為大家都沒有問題 我就問說 什麼時候是你最虛弱的時候 這位長老 八十多歲的長者 他就說 就是在我公司 股票上市的那個時候 他說 就是在公司 股票上市的那個時候呢 只要牧師站在台上 每個禮拜天拿來聚會 牧師說 有沒有人有需要來 我為你禱告 他就第一個衝到台前 然後跪在那裡禱告 他說 牧師你來為我禱告 禱告什麼 求主幫助我 千萬不要亂來 他那時候說 他有錢到一個地步 他就走在紐約的路上 他只要丟幾張股票出去 他就可以買下一棟大樓 他說那個時候 整個財務的狀況是非常的好 但是他深深的感受 他在那個洪流當中 他覺得他快把持不住了 他覺得他快要亂來 可能不是情色 但是他覺得 需要有人管住他 需要有人約束他 他快自己都管不了他自己了 因為有太多的機會 他無法分辨了 有太多的言語在他的旁邊發生 告訴你 哇這個機會 這個賺錢的機會實在太好了 你要不要來 那個長老他就來到神的面前說 主啊求你幫助我 幫助我千萬不要亂來 意思是不是亂花 意思是不要貪心 不要什麼 就是求主來幫助他的心 而這一位長老他在 回答我的時候 回應我的時候 我就愤快地感受到一個長者 他走過了千山萬水 看過了五湖四海 那個萬家燈火都看過 於是他跟我分享 他生命裡面的一個 極重要的上帝的幫助 就是求主幫助我們 在很多的時候 求主幫助我們 學習如何處豐盛 特別是在大衛這個世上 我覺得也分外的警醒我 我在淡江之前 我是在一個機構服飾 那個時候那個機構裡面 幾乎我們的同事都是傳道人 都是傳道人 我就認識了一個弟兄 他非常愛他的太太妻子 愛到一個什麼程度 有一次聽到他們一個故事 讓我真是下巴都快掉了 他說結婚了 但是他們一年沒有發生關係 我說發生什麼事了 生病了嗎 就有點八卦 人生就問了他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是太太怕痛 我說真的是有那麼痛 所以他們一直沒有發生關係 然後先生就非常的體貼 不著急 然後就一直等 等到合適的方式 時間太太也覺得OK 所以他們才後來 後來就 就是好像聽說一年以後 就發生了關係 就是他們就夫妻之時 之前只有夫妻之名 但是是因為 丈夫非常的尊重太太 他愛他的太太 他自己 就是在教導家庭和婚姻的 後來 當我要加入的時候 當我要加入的時候 隔一年 他們就開始離開這個機構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個丈夫在 帶領學校的這個團戲的時候 和一個女學生 非常的靠近 甚至戲劇的排練 晚上還陪伴這個 這個女生 有非常多的互動 最後 他拋下了 他的太太和兩個孩子 這個人 因為他是港澳的 所以他就回了他的國家 太太跟孩子就在這裡 他就回去 又結了另外一個魂 我看到這個 因為我很認識他 我們有一起共識跟同工 是個傳道人 是基督徒 他對聖經的話 我要說 他對聖經的話 怎麼可能 那個時候的我 我覺得 他比我不知道熟悉了多少 他明白上帝的話語的教導 但是他仍然沒有辦法 免了這樣的試探 所以這個例子 因為實在太深刻 就印在我的心裡面 永遠都不要 覺得自己 不會犯下這樣的錯 要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情欲在我們的裡面 是的 上帝說 會發生在我們的裡面 有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讀這個 凡是看見 婦女就動了營燕的 這人就是犯了奸淫 所以如果右眼看到 就要把右眼刨出來 你知道那個我們 我們那個時候 還年輕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這個經文 我們在討論 你知道那個 我們就在討論 喔 主啊 這個是太難了 你知道姐妹那個扣子 有時候這個扣子跟扣子間 格太開 然後他這個 喔 主啊 我要跑下我的右眼 右眼就瞎了 然後我在 然後不小心 你知道那個 有一段時間 一蹲下來那個 半個屁股就出來 哇 左眼又瞎了 所以就完全 所以在教會裡面 都是瞎子 這個對 這 這個弟兄 這樣子也不行 主啊 這該如何是好 對 你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但姐妹不是說 要姐妹來配合我們 怎麼樣穿著喔 不是這個意思啦 不是說不可以 只是真的 這是 真的是弟兄的問題 我要說就是 但是 求主也要幫助我們 我也在跟我的孩子們分享 你沒有辦法決定你的第一眼 但是你可以決定你的第二眼 大家知道 弟兄可能比較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沒有辦法決定你的第一眼 但是你可以選擇你的第二眼 那也許你剛開始沒有辦法 但是慢慢的 當你好像在鍛鍊的時候 你好像在鍛鍊的時候 真的 我們有女兒的都知道是不是 那女兒不會允許給人家這樣看的 所以真的 弟兄們要好好的鍛鍊 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第一眼 但是我們可以開始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第二眼的選擇 我們不要放縱我們裡面的情慾 我們需要分外的 需要依靠神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都愛我們的家 都愛我們的婚姻 在座都是好爸爸 在座都是好媽媽 在座也都是好丈夫好先生 我們都好太太 我們都很期待 扮演上帝告訴我們 但是上帝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其實甚為軟弱 我們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弱點 我們都需要依靠神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會再最終 我們要特別的注意 這個世界上的思維 概念 他在教導你什麼 他在傳遞你什麼 這些明星 這些有錢的人 他在告訴你什麼是成功 這些成功者 他們的性的關心是如何 求主來幫助我們分辨 什麼才是正確的 什麼是可以使我們的禱告 得蒙上帝垂聽 我們的事業 我們的工作都因為婚姻 而使得我們所有的事情都蒙福 求上帝幫助 我們一起來禱告 謝謝大家